这段珍贵的视频是目前公开的 关于开国大典时间最长 内容最完整的彩色影像 真实还原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 天安门广场上三十万群众 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 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 场面十分壮观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博渠宣布开会 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 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 伴随着军乐队奏响的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 五十四门礼炮齐名二十八项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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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 爹著 真怪引領真子學生為你 真正當年 為 本政府的執行光展 本子選一 將不怪政府提報 本政府 為 代表真話人民真虎本 代表人民的 唯一出發真話 這段坑腔有力的宣告 宛如一聲驚雷 響徹東方 穿越了一個多世紀的黑暗 歷經數代人的苦難 中國人民終於找到 並選擇了可以領導自己走向輝煌 走向勝利的當家人 古老的東方民族 揭開了新的歷史畫卷